来各位同学看这里啊 因为我们之前呢 推出了一个福利啊 就是我们在卖那个剪辑软件的时候 我们会提供那个正版的高清的视频素材 给各位同学 所以呢 我们这 这个是一个福利 就是相对于我们的其他同行来说 他们是没有提供这个素材群的 所以呢 我们有了这个啊 我们有正版的素材 有有八万个正版的视频素材 提供给大家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里跟他说啊 关于素材群 帮我用小红书的风格写一段推荐语 要强调购买智能剪辑软件 就可以免费加入这个素材群 你看 这个都是他帮你写的啊 什么独家福利 你看他就用小红书的这个风格写啊 小伙伴们有福啦 是吧 很亲切很年轻那种表达方式 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可以看一下对吧 这就是我就不去念了啊 因为每个人的产品不一样 然后他写的还不错啊 他写的还不错 我就跟他说再写两个版本 用于发朋友圈的 你看 这不就是我们平时跟员工说的话吗 或者跟同事说的话吗 只不过是 平时我们跟同事说的话 这个话说了之后 可能两个小时候 你才能够看到这个结果 看到没有 但是这个呢 20秒就帮你搞定了啊 或者两分钟就帮你搞定了 所以这个沟通成本要节省了多少啊 平时沟通的真的是 哎呀 这好痛苦啊 他又觉得你老是为难我干什么呀 老板 你又觉得你这个员工 怎么这么不动脑子呢 或者说 再付出一点又怎么样啊 员工就觉得老是叫我这样这样 这样这样是吧 所以呢 矛盾啊 矛盾 而这个AI大脑呢 这个New Check 这个CheckGPT呢 他直接去帮你完成 他没有任何的抱怨 所以呢 这里我们给他做个总结啊 就是机器人他没有任何抱怨 他总是全力付着去帮你做 所以呢 他哪些地方做的不够 你可以提醒一下 你不需要把前面的那一段话再复制张贴 因为他会记录上下文的关系 明白吗 他会记得啊 上下文关系 你这里说的是这个啊 一般来说我们要把一个任务终结了 再去开启一个任务 你不要同时跟他聊很多件事情 搞到他乱了啊 所以呢 先聊完素材群这个事情 你再去聊其他的啊 所以他给你创作版本的时候 你一看你就很清晰 你说什么什么要修改 对吧 他都可以帮你搞定 对吧 感谢观看